因為下大雨的關係 所以沒有打吧 那是不是也來談談就是說 上場比賽是禮拜天了 然後休息三天之後 禮拜一直到今天禮拜四 才打第一場比賽 這三天就是說 你自己是如何來去做調整的 這三天我們雖然沒有比賽 可是就是一直在我們自己的室內打擊場 一直就是加強一些打擊的一些量 就是一直加強一直加強這樣 所以打擊的量還是沒有減少就對了 沒有…一直在增加 好,那也來談談這場比賽的打擊狀況 這場比賽你是打出了兩次安檔 也打下了勝利打點 拿下單場NTP 是否來談談這場比賽你的擊球感覺 擊球感覺… 我覺得慢慢有比較好一點 就是擊出去的球比較強勁 雖然有的就是被人介紹或幹嘛 可是就是那種感覺 有慢慢在後而復當中 是 那你有跟我們很多媒體談到說 就比賽來到中後段 大家投手在研究你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也來談談說 對方在針對你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配哪一種球 或是說外角、內角比較多 有這種情形 就是你自己的觀察 打到現在我覺得變化球 都外面的比較多 然後就是引誘性的球比較多 是 然後就是引誘性的球 如果我沒有進攻的話 可能內角球就會過來 所以引誘球一點增加就對了 對 是 好,一拳來談一下 第六局 當時你敲出了兩分打點 二雷安打 來談談那時候 面對投手是沈柏昌對不對 對 就是說過去對他的球路是否熟悉 還有當時那個案子 我對他的球不熟悉 不熟悉,好像是第二次… 很少碰的 第二次對決而已 來繼續 是 所以也沒有設定甚麼球 是 對,喜歡的來就打 好,最後一個問題 了解輕鬆的 好 那剛剛其實你拿下MVP的時候 也看到有很多隊友 從你背後走過 像威娜斯來抓你一下耳朵 來談一下 這是你職棒的第一年 對 那跟隊友之間的感情呢 就是說大家相處得怎麼樣 擔心喔,很好啊 然後每天就是到球場 就是很開心 然後跟他們打成一片這樣 都會互相捉弄一下就對了 對啊 因為這也是算默契培養的一種 就是大家太開心心這樣 反而默契會比較好 是 好,那也恭喜林一泉拿下單場MV 謝謝你接我們的訪問 謝謝 好,這是林一泉在…